国语有生善书 南天禅画愿 虚元唐善书 生天并不难 主著先佛为济公活佛 济公活佛将 诗曰 苍松傲雪半清风 悟道参开逝世宗 多少繁愁皆自取 不知来去两空空 盛世 无今日降著 生天并不难 第九章 画热天女生天因缘 欲介第五层天名为画热天 因为此天的天人能够自行以神通力 自在变化妙热来与热 顾名画热天 有一次 一位比丘在僻静的林中独坐禅思 过没多久 有三位来自画热天的天女出现在比丘面前 他们向比丘顶礼后站在一旁 并且说 尊者 我们是画热天的天女 您知道吗 我们有三项 可以随着自己的意念变换之能力 是哪三项呢 一 我们希望怎样的容色 就能立即变换出该种容色 二 我们希望怎样的美妙声音 就能立即变换出该种美妙声音 三 我们希望怎样的欢热 就能立即变换出该种欢热 尊者 以上就是画热天天神的特质 比丘听完 内心暗存道 我 愿这些天女全都变成蓝色 蓝色的容貌 蓝色的衣服 蓝色的装饰 这些天女读取比丘的心思后 全都变成蓝色 蓝色的容貌 蓝色的衣服 蓝色的装饰 接着 比丘又想 我 愿这些天女全都变成黄色 红色 白色 这些天女读取比丘的心思后 全都随着比丘的心念变换颜色 随后 一位天女隐行高歌 一位天女曼妙齐舞 一位天女弹指演奏 不论是她们的歌声 舞姿或演奏旋律 都能令一般人忘我的陶然如醉 甚至亦乱情迷 但是 这位比丘严手六根 并不理睬她们 天女们的行为得不到共鸣 感到怅然无趣 便消失不见了 这位比丘傍晚从独座中出来后 就去礼见佛陀 并将上述经过向佛陀禀告 接着 比丘问佛陀说 世尊 一位女子要具备何种条件 才能在死后转生至化热天 成为化热天天女呢 佛陀回答道 一位女子具备下列八种德行 死后即能转生至化热天 一 当她结婚后 应该勤于家务 善待丈夫 言语上温和不伤人 要和丈夫患难与共 互相包容 不要瞧不起丈夫 二 对夫家的公婆长辈 应该恭敬尊重 对夫家的信仰 也应包容尊敬 三 在夫家工作时 应做好该做的事 譬如该做女工 烹饪或家务时 应该学习熟练 不要怠惰偷懒 四 对于夫家的庸仆 工人 应该知人善认 适才适所 并公平分配报酬 以及美人应得的食物 五 凡是丈夫辛苦赚得的财富 股物或黄金等财产 她应该妥善打理 不要挥霍浪费 也不要私藏占为己有 六 她应归依佛 法 僧三宝 成为在家女居士 七 她应该持手不杀生 不偷盗 不邪淫 不妄语 不饮酒等五项借条 八 她应该在能力范围内 多行不失 对于有需要帮助的人 热于自在施舍 比丘 一位女子 如果具备以上八种善德 死后便能转生至化热天界 欲界天中 每一层天界的福报与寿命皆不相同 善得欲高 就能转生至欲高层的天界 所以 不论是不失 持戒或各种善业 有能力做就做 没能力做就随喜赞叹 则未来必能转生福地或相应的天界 就像一个人想要拥有强健的体魄 就必须食用健康的食物 并且养成运动的习惯 则身体就必能变得更健康敏捷 乃是相同的道理也 不论是不失 持戒或各种善业 有能力做就做 没能力做就随喜赞叹 则未来必能转生福地或相应的天界 升天不是究竟 但是可以升天继续修行 有更好的环境给予修行 但心态要正确 希望大家可以替自己生前筑集灵修院 无极正道院或浩天子寿灵修院 以及超把祖先与有缘魂道灵修院 未来皆可成为先佛 未来是 want to 海那时寺 海那时寺 海那時寺 innovation 今我可以改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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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